罪雷就是生老死 譬如說我們無名原行行原事 最後促受愛取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 生老死就是罪雷 就是我們的果報 那麼所以菩薩他知道說沒有無名 也沒有生老死 所以這個沒有無名 也沒有這個老死 乃至無無名亦無無名盡 無勞死亦無勞死盡 沒有無名也沒有無名盡 沒有勞死也沒有勞死盡 那麼所以非有生緣就是沒有這個十二因緣 非有罪雷就是沒有生老死這件事情 那麼本非八道 本來這個佛性 靈知的心體他也沒有什麼常樂我盡 那麼這個無常苦空不盡 無我這些八道 然後原無生滅 本來這個心體他就是不生不滅 如果這個是講說菩薩他觀中道地利地的時候 他知道說原來無名沒有 無名是虛幻的 那麼本來心體就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 所以無名跟煩惱本來就不可得 是以慧光明焰獨為照耀 因為無名本來不可得 所以佛薩他的智慧光明 慧光明焰 智慧的光非常的明亮 那麼獨為照耀 就像以前禪宗祖師說 靈光毒藥 雄託根塵 那麼這個智慧的光呢 他非常的明朗 因為他無名已經滅了 也不是滅無名 因為無名本來就不可得 他已經知道無名本來就沒有 煩惱本來也沒有 所以他智時候心裡面只有智慧的光 明顯的自然 獨為照耀 就只有智慧 有智慧的生命 而沒有無名跟煩惱 所以菩薩他是以智慧 只有智慧光明獨為照耀 而沒有其他的這個煩惱 因為他能夠去除這個我之法之 然後呢 見思煩惱 沉沙煩惱 無名煩惱 這些都知道他是虛幻 只有智慧 顯發 所以說獨為照耀 而隨其意樂虛榮無礙 取諸方便 以種種轉變神通 化倒 寒視 那麼所以呢 無詐呢 他最後知道說無名 當他正的中到第一地的時候 原來沒有無名 也沒有煩惱 也沒有生死 那麼也沒有輪迴 也沒有十二一元 也沒有苦其滅道 那麼只有智慧呢 明朗毒藥 這時候他能夠隨其意樂 隨其意樂 隨其意樂就隨他的意念 的好樂 意念心中所樂 他要做什麼 就是他的意樂 當然菩薩他的意樂是要度眾生 菩薩的意樂 不像世間人的意樂 成就這個阿尿多勒三秒三菩提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就是他的意樂 那麼 跟我們世間的意樂不一樣 世間的人意樂的是 五欲的享受 或者是名利 全世地位 那麼菩薩他隨他的意樂 就是說 他想要怎麼樣去度眾生 怎樣去求佛 我法 虛榮無礙起諸方便 虛榮無礙 虛榮我們可以加一個我法 我執法執虛榮 因為我執法執都沒有了 虛就是空虛 榮就是消榮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了 我執法執 然後呢 色心無礙 因為他沒有我執法執 所以色法心法都無所障礙 能夠隨心轉變 所以菩薩在那個時候 當這個中道第一地 現出來的時候 那麼他就能夠隨自己的喜好 心中的意樂 度眾生 虛榮無礙 能夠我法虛榮 然後色心無礙 起諸方便 用種種的方便 以種種轉變神通化導函視 以種種的轉變神通 就是變化 色法心法 都能夠隨心轉變 乃是能夠千百億化身 種種的硬化 視線 那麼來化導函視 化導一切的這個函視就是指友情 就是友情 所以菩薩 所以菩薩因為那時候以智慧 所以這個是以智慧而起的這個神通 以智慧而起的神通 所以種種轉變神通 那麼這個是由智慧而生起的 所以我們這個佛法就是說 我們應該先追求智慧 有智慧 那麼就像這個六祖說 唯論見性 不論禪定解脫 所以我在五祖的時候 印宗法師問 說你在五祖這個門下學什麼 那麼六祖會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五祖大師呢 唯論見性 不論禪定解脫 那麼更不論神通 禪定解脫都不論 還論神通感應 那麼所以它是以見性 見性就是見諸法的使性 見我們眾生的心性為主的 以這個為主之後呢 才能夠去修禪定解脫啦 禪定解脫啊 之後乃是有神通變化 那麼這一切都要以智慧為主導 就是前面要以智慧為主導 那麼如果沒有以智慧為主導呢 而有的這個神通呢 能力呢 那麼因為沒有去除我之呢 就變成種種的這個魔像 變成魔了 所以我們這個學佛要了知啦 雖然佛經裡面說 有神通變化 有益生生什麼的 但是呢 那是菩薩他正得法性之後 以大悲心呢 來想要利益有情所作的種種神變 那麼雖然這種種種的變化 他沒有我執著沒有執著 那麼外道雖然呢 有種種的神通 但是我執著沒有去除 就變成魔 變成魔了 所以呢這個我們 學佛的應該有這種觀念 當然每一個說法不一樣 就像我上次在南投 那麼有一次八關在界 那麼有一個居士就問說 金剛經說 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受者相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以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以這個體悟無我的真理呢 是佛法最重要的一個 知見跟基礎 但是他說 那個居士他說 我聽人家說益生生很重要 要先修益生生 益生生 益生生就是任全經裡面有講三種益生生 但是那個都是菩薩的境界 那麼我不曉得為什麼人會有這種觀念 他可能去學其他的 那麼他就說 認為益生生最重要先修益生生 那麼所以這裡意思就是說 這個神通變化 如果沒有先去除我止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天魔外道去了 雖然有神通沒有錯 也有這些能力 但是我止 我吃 我見 我慢 我愛 都沒有去除 最後就變成魔 那麼最後就追求這些 名利啊 權勢啊 地位啊 富貴 那麼就會偏差了 所以在這裡 這個 方法經也是一樣 這菩薩 他是因為智慧 的關係 所以他能夠 隨其意樂嘛 虛榮無愛 虛榮無愛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完全我法都消融 所以他能夠射心無愛 才能起出不方便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就自以為說 看到這個身體裡面什麼東西跑進來跑出去 以為那個就是益生生 實際上那都是益世的幻想 益世的幻想 所以這個 還是要以這個正見 為第一要物 以佛法來說 以無我的正見 作為我們的基礎 那麼這才不會有偏差 不會有錯誤 所以不要喜好這些神通 或喜好這些感應 或喜好這些比較特殊的 特異的功能 這樣的話呢 會這個偏差 所以有強力的特異功能的話 那如果沒有去除我指的話 那麼就跟那個五十一摩差不多了 所以菩薩他是虛榮無愛 起出方便 以種種轉變神通化倒函視 函視就是眾生 然後此皆以真智體性所為 而會及其用故也 那麼這一切一切呢 菩薩他能夠神通啊 變化化倒函視有情的時候 這一切都是以真智體性所為 就是說他依於真智 真智就是我們根本智 我們的這個心的體性 這個體性就是諸佛的本源 我們這個佛性呢 中道實相 或者是實相般樂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如來障 它是依於這一個真智體性所為 而會及其用故也 那麼這個會呢 所謂的這個會 能夠觀照有情啊 像我們說妙觀察至 對不對 能夠觀察眾生的根基 那麼隨他的心中的喜好 然後呢 能夠去取諸方便 那麼我們剛剛前面說隨其意樂 也可以說隨菩薩的意樂 也可以說隨眾生的意樂 隨眾生意樂去轉變神通 化倒函視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這一切都是要以真智體性所為 而會及其用故也 而會及其用故也 就是要以這個真實的智慧 以這個心體呢 做它的體性 那麼 然後以會做為它的作用 所以這個真智體性就是實相波熱 那麼會及其用也就是觀照跟文字波熱 觀照跟方便波熱 觀照跟方便波熱 所以呢 也就是說一切要以這個心體為主 那麼這個真智體性呢 就是心體 心體呢 就是前面說肢體民心 那麼 所以還是要以這個智慧呢 為前導 才能夠呢 去行這些菩薩道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看一百三十一頁 道主第四行 說 事以慧光明艷獨為照耀 就是說菩薩如果煩惱去除無名呢 知道祂是本空 那麼以這個智慧的光呢 明艷獨為照耀 而隨起意樂 虛榮無礙取出方便 以种种转变神通化导寒式 这个菩萨它是以智慧为基础的 然后再起这个神通变化来利益众生 使皆以真智体性所为 而慧及其用故也 这意思就是说 真智是体性 那么慧就是它的用 那么它这里是用智跟慧 智我们刚刚说 如果我们把智当作根本智的话 根本智正这个真如理 那么慧就是后得智 或者是差别智 能够照见这个差别事项缘起 这样的话慧就是它的用 这里说用 那么所以以智为体 以慧为用 就是它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前面讲说 这个智体明心 如果有时候用智 这个有时候佛经里面用智 有时候用慧 有时候用慧 有时候用智 如果在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说 真智是根本智 根本智是照真如理 照真如理所以它是无我 无人 无法 非法 种种像 那么真智做它的体性 然后而慧及其用故也 然后以这根本智 以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无法像 非法像 然后再来用智慧观察 起种种的神通变化 利益有情 那么这个是指慧的用 也就是说这个慧的这个观照用 或者是方便 观照般若 或者是方便般若的这个用 它是要以这个 十相般若 真智体性为主的 如果没有十相般若 去起这个慧的用 那么这个慧 没有这个无我的智 去体会 起这个神通变化 那么可能会有种种的偏差 所以这里这句 主要是分体跟用 就是以真智 根本智 正真如理为体 然后以后得智差别智 观照方便 然后来做它的用 那么这个是体跟用 所以以慧为用 那么我们再看 一百二十九月这里 最后讲说 若佛子空慧 非无缘 知体明心 那么这个佛子的空慧 庙慧 它是不像二圣 一无所有 它是以知体明心 这个知体 这个知 我们再翻回来 所以知体或者是智体 知体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知体 就是众生的佛性 它的体性 本来就寥寥藏之 那么这个知跟慧 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来说慧是 以简责为性 简责为性 那么慧就是我们心所的作用 别境心所的一个作用 那么慧虽然有不同 外道叫做恶慧 邪慧 二圣叫做偏慧 那么佛菩萨叫做中道 这个不可说的观慧 那么慧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知都是一样 知体是相同的 那么慧用是有差别的 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一段剥热就是说 虽然外道二圣或者是菩萨 他们的慧有差别 可是他们的知体都是一样的 或者是说他们的知体 或者是心体 都是相同的 同一个心体而有 不同的慧的差别用 有外道的二慧 邪慧 二圣的偏空慧 那么佛菩萨的中道 这个不可说观慧 那么这个慧有差别用 可是体呢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说 只皆以真智体性所为 而慧及其用故也 所以体是没差别的 那么这个体呢 有时候说那是知 有时候说它是智 有时候说它是智 有时候说那是常驻妙明 不动周远 那么本如来藏常驻妙明 不动周远 妙真如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心体呢 它有一个知的作用 但是它的体呢 是不生不灭 所以是疾 那么疾之 或者是疾躁的一个作用 所以慧呢 会有差别 但是知呢 是没有差别 它主要意思就是说 知呢 是属于心体 那么慧呢 是属于心用 心用虽然不一样 有外道 有二圣 有佛菩萨 空假中 差别不等呢 但是呢 他们的体都是一样 就是知 或者是叫做真智体性 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讲说 这个慧可呢 跟达摩祖师说 我已经秉除一切妄想了 那么达摩祖师说 莫成断面佛 是不是断面啊 然后慧可说 不成断面 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断面呢 了了长知 了了长知 所以不做断面 然后达摩祖师就说 只是诸佛的心体 善至护此 诸佛的心体呢 就是跟众生的心体是一样 那么这个心体呢 是一样 这是寥寥长知 那么慧当然不一样 慧是有差别的 用起来不一样 但是体呢 是相疼的 所以如果依照这个神慧 这个六祖的弟子 神慧禅师 那意思就是说 佛所说的法 就是要让众生 悟得这个灵知的心体 那么这个灵知的心体呢 是跟诸佛众生是平等的 虽然用的慧呢 是有差别 但是心体是相等的 那么如果能够 依于这个心体的话 自然呢 我们这个慧呢 也能够产生 自然呢 这个烦恼呢 也能够消除 所以呢 以这个悟的这个心体呢 为禅宗的第一首要 所以这里说到 这个知跟慧不一样 因为呢 知呢 就是指这里说 真知的体性 那么慧当然就有差别了 所以我们说 人人都有一个灵知 那么这个灵知呢 它是圆明常吉兆 那么一切禅宗的祖师 一直在说这个心体 叫做无缘之之 无分别的之 那么我们这个慧呢 是有简哲的 是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才会说 智道无难为显简哲 简哲就是慧嘛 慧心所谓 于静简哲为性嘛 那么简哲当然呢 有的简的身 有的简的浅 有的正确 有的错误 那么但是呢 体都是一样的 寥寥常知耶 极造圆明耶 很难就存在的 所以这里说 只皆以真智体性所为 而慧极其用故也 也就是说 在这个慧心的菩萨呢 它能够证得 我们这个真智的体性 也就是我们的灵知心体 然后呢 灵知心体跟外道二圣是一样 然后菩萨它能够证得 这个中道地义地的 这个灵知心体呢 真智体性 所以它能够起种种的利益众生的变化 那么所以这个慧就是它的作用 那么下面说 此意可别对正心柱者 那么别对这个十柱的正心柱 第六柱叫做正心柱 正心柱就是成就般若法门 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慧心 然后入中道一地 入中道地义地 则容貌如佛 那么这个菩萨如果正入这个中道地义地 正得法身的话 现在容貌就跟佛一样 然后乐虚方便则心相一同 那么这个菩萨呢 它能够随起意乐 虚荣无碍起诸方便 那么也跟佛一样 所以叫做正心柱 也就是说到了这一柱的时候 跟诸佛就非常的相似了 所以这个是修这个般若 再来一百三十二月 第七音乐 怨心 我们说这个是十菠萨蜜 如果十发屈心分成十菠萨蜜 这个叫做怨菠萨蜜 前面是菠乐菠萨蜜 这边是怨菠萨蜜 它说若佛子怨怨 大求一切求 以果行因 故怨心连 怨心连相续百节 得佛灭罪 求求至心无身空一 怨观观入定造 无量见福 以求心故解脱 无量妙行 以求心成菩提 无量功德以求为本 出发求心 中间修道 行满怨故 佛果变成 观以地中道 非因非戒 非莫生见见 非解慧 是怨体性 一切行本源 那么是讲这个怨 怨心 那么它说若佛子怨怨 怨怨就是一再一再的发愿 所以叫做怨心 就是怨怨 就是说这个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我怨无尽 一直不断不断的发愿 大求就是求佛果 一切求就一切善法全部都求 那么以果行因 故怨心连 因为追求佛果 所以来行这个因地 所以他的怨心能够相续 怨心连相续百劫 得佛灭罪 这个后面我讲 如果能够这样百劫 发怨 将来能够得佛灭罪 那么其他的我们先看注解 他说怨怨者呢 随所发怨 硕硕无尽 不止一发也 所以意思就是说 随他要发的怨 硕硕无尽 硕就是一再一再的 没有停止的 不止一发也 不是只有发一次而已 比如说我们说 众生无边是怨度 烦恼无尽是怨度 那么要一再一再的发怨 不是只有发一次而已 不是说我已经发怨 所以菩萨他能够一直 能够记住他自己的怨 所以不止一次的发怨 所以叫做怨怨 就是以他的怨来引导他的行 一直想着他的怨 那么这样子不止一发 大求唯为菩提不向二圣 不向三有也 那么这个菩萨他怨怨 每一个发怨 每一个发怨 就是一个大求 唯为菩提 只有为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了臣佛 不向二圣 不向三有 不向二圣 就不会像身闻原觉这样子 圣这个诸世间果报就停止了 那么也不会像三有 欲界设界无色界 三界当中发怨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追求佛果 不求其他的 不求其他的 所以叫做大求 所以就像原觉经说 愿我经者祝福原觉 那么不会去求这个外道二圣 一起这个身闻小果 那么就一直发怨 要成就这个佛的果地 就是菩提 然后一切求者 刚才说大求 下面说一切求 心如献祭不舍一法也 所以也就是说万善 万得庄严 一切不舍一法 一切有一切的善法 都是求之不厌 那么所以说心如献祭 心如献祭就是说没有献祭 或者是满足到这里停止了 不是说我们说有个数量 比如说我送经送一百遍 一百遍到了 然后就停止了 那么我送一千遍 一千遍到了就停止了 那么菩萨他的发愿 他求一切善法 他是没有洗线 也没有戒线的 然后不舍一法 就是说每一个善法 法门无量誓愿学 所以刚才说 这个大求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 我只有求佛道 那么一切求 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断乐修缮的一切通通要学 那么叫做大求跟一切求 以果行因 故愿心连者 先达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之理 趁果觉之性 而行妙因 故所发大愿相连不绝 永无退回 这也是讲说 以果行因 故愿心连者 先达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之理 先明白通达我们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的这个道理 然后趁果觉之性 而行妙因 趁果觉 果觉就是佛 佛 佛这个果觉 果地觉 我们趁何佛果地觉 来行我们的妙因 就像我们在受戒的时候 如诸佛不杀生 我们就不杀生 对不对 如诸佛不偷盗 我们也不偷盗 如诸佛 菩萨 受这个菩萨戒 我们也是受菩萨戒 所以我们趁果觉之性 而行妙因 就是说 我们知道佛 他已经究竟圆满了 那么佛以大智慧 佛是修戒定慧 那么佛大慈大悲 那么我们也是跟佛一样 所以叫做学佛 所以我们叫做学佛 我们当然学佛 是要学佛的种种的行为 那么这里是行妙因 但是我们有时候学佛 我们说 我只希望得到佛的 这个果报 我们没有去学佛的因地 也就是说 我们都希望 我能够得到大智慧 我们能够得到解脱 我能够了生死 那么这个是果 但是呢 我们都没有学佛 那个因 佛是修布施 忍辱 禅定精进 那么佛 难行 能行 难忍 能忍 佛 佛呢 慈悲一切众生 没有差别 冤亲平等 那么我们一般人就希望说 我希望赶快 学佛之后 我能够开悟 我能证果 我能够了生死 但是那个妙因却没有去做 就那个因没有去做 却想要得到那个果 人人都是希望 能够得到那个果 像我们刚刚说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 神通 妙用 成佛 了生死 但是那个妙因呢 却不愿意去行 就是说我们能够 难行 能行 难忍 能忍 吃一切苦 不计较 不比较 不分别 那么不怨恨 不报复 不嫉妒 那么不陷害 不思非 那么 醒悟 这个口业 等等 这些事情呢 我们却 没有办法去做 就是说 只想要得到那个果 却没有去做那个因地 所以这里说 正果觉之幸而行妙因 就是说 佛呢 过去这样修 我们也是这样修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释迦牟尼佛过去舍头目水脑 菩萨也都是这样 剥皮为子 膝骨为皮 那么这个以血为末 这样子来去度众生 利益有情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要学习 学习 就像前面说 忍入波罗蜜 奈怨害人 安受苦人 跟地察法人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 奈这些怨害 奈这些辛苦 能够观察这个真理呢 所以这个叫做 趁果觉之幸而行妙因 所以一般的学佛人都希望赶快能够成就 赶快能够成就 成就啊 易生生啊 成就啊 法身啊 成就啊 这个神通啊 成就啊 什么东西 那么 而没有实际上的去行这个妙因啊 故所发大怨 相怜不觉 永无退回 所以叫做怨心 以果行因 故怨心连着 因为他趁而果觉之幸来行妙因 所以他所发的大怨 相怜不觉 永无退回 至百节之久 所以他的发愿一直不断不断的 那么不怕这个痛苦 对不对 就像地藏菩萨 不耻辛劳 对不对 地狱就把一切众生 地藏菩萨决定不会说 我太累了 我做了十年了 我做一百年了 我做够了 没有啊 他当然是怨心相怜 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就是像这样 故所发大怨相怜不觉 永无退回 就是发了这个怨 就没有再退失了 也没有再后悔了 既然是正确的 就是一直往前 不退展 绝不会有所考虑 有所这个疑虑 然后至百节之久 来至于一百节那么久 犹如舍纳本所修行 如舍纳佛过去所修的 这个是在这个 我们看两百四十八页 我们课本两百四十八页 看下面 两百四十八页 这个 耳词如舍纳佛为此大众略开 百间横河沙 不可说法门中 心地如矛头许 是过去一切佛已说 未来佛当说 现在佛今说 三世菩萨已学 当学今学 佛已百节修行是心地 我已经一百节修这个心地法门了 好无为如舍纳 如舍纳佛说我用一百节时间 来修这个菩萨心地 好 好无为如舍纳 如诸佛转我所说 于一切众生开心地道 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 如舍纳佛说他自己一百节修这个心地 好 所以今天叫做如舍纳佛 好 我们翻回来 一百三十三月第三行 好 说 所发大愿相连不绝 永无退回 至于百节之久 好 犹如舍纳本所修行 犹如如舍纳佛过去所修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修到这个实发区这个愿心的菩萨 他的愿是没有停止的 一直相续 能够一直到百节之久 好 那么永远没有改变 好 所以犹如舍纳本所修行 则觉到必得就近 灭罪必得无以以 好 那么如果能够像如舍纳佛这样 一直不退 好 怨怨不退 那么我们发不离心当然是要念念不退 好 不要说发不离心 我们如果要发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也要发这个愿 要常常不退 常常不退 然后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到这个极乐世界 好 前几天 那个园林有一个 有一个居士的女众往生 然后他们呢 他们家人呢就是在他们身边一直念 听他们说念了24小时 就前几天呢 就他的孙子就梦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看到他的阿嬷坐在莲花 坐在莲花上面 然后旁边有很多莲花 然后睡觉醒来的时候怕我忘记了 那个小朋友把他画图出来 画图哦 然后画图里面呢 前面就有一个栏杆 他拿给我看 我说这是什么 栏杆哦 他说对啊 他这是一个栏杆 然后他一个小朋友就站在栏杆前面 然后里面有鱼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 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鱼 我看起来很像乌龟 他说那是鱼 然后他阿嬷就坐在莲花 然后又放光 旁边也有好几个 他说那是菩萨 然后他还写那个水是浅蓝色的 浅蓝色 那么这个是他阿嬷给他小朋友看的啦 那么他们也是很努力的注念 当然小朋友比较容易相应啦 我们老人有时候想太多啦 搞乒乓啦 晚上又搞溜啦 所以做梦也不容易 梦到这个极乐世界 小朋友很容易啊 那么他说那阿嬷就在极乐世界 然后放光做那个莲花 然后就画一张图啦 好 好